好的 各位 我今天呢 為什麼在這個 河濱公園 這個籃球場 今天不是要打籃球 我今天要打其他東西 打什麼 沒有 我今天要打 我今天沒有要打 我今天要跟大家公開 我平常在開什麼車 結果很多網友都會很好奇我開什麼車 那今天就真的就跟大家 好好地 小小的介紹一下 我平常在開什麼車 今天這台車是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歡的 畢竟我也開了它一小段時間 它就是 我的 B&W的雙門跑車 接著這台 它是B&W雙門的跑車系列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只是喜歡開車 那我今天就請我的好朋友 陪我一起來介紹這台車 我們也不是專業在介紹的 就想做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開一台B&W可能 一年可能要花費多少 或者是一些大家比較實用的資訊 那我們一起歡迎李佳翰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佳翰 今天就是來跟凱浩一起來開箱 他的日常用車 對 李佳翰為什麼叫李佳翰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生長在李佳 你講的不是廢話 今天這台車存錢也存很久 才買到了 所以平常很愛護它 那今天就好好地跟大家講解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這台車的外觀 我這台車是那個B&W的220i 算是B&W跑車系列 比較相對好入門的一台車 是 首先呢 我們要看B&W當然最經典的 雙圓式的頭燈 這個頭燈呢 只要看它兩個圈圈 在路上你就一定會知道 就是這台是B&W 它的頭燈是非常非常漂亮 加上有這一條 這一條是什麼 這一條人家說這個是 他們的眉毛 真的真的 這個是眉毛 這個是最好看的 很多人喜歡把根貼黑什麼 但B&W很少人在貼黑他們的車頭燈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一條 眉毛必須要擺設 眉毛必須露出來 再來是這個 還有很大的大鼻子 有沒有 B&W也是最具名的大鼻子 讓大家看一下你的大鼻孔 好不好 大鼻孔 那我想問你一下 雙門車只有兩個門 那你載人後座不會不方便嗎 這是非常大家會關心的 就是雙門車的出入方便 先講一下為什麼我會想買雙門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很年輕的時候 就是感覺好像可以完成一下男人的夢想 就開開雙門車帥一下 對 然後我其實一開始也蠻會覺得說 會不會很不方便 對阿 其實我覺得我會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好 直接帶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其實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小 而且 雙門算是雙門 但是可以四個人座 可以四個人座 所以你這還是四人座 四人座 你這還不是雙人座的 對 因為我蠻喜歡就是這種 無邊框 喔 這個是最帥的 這是無邊框 哇塞 無邊際很像那個我們去泰國那種 無邊際泳池 那種感覺 有一種感覺 就是你可能在這邊游 沒有邊際 對 結果你每次開門的時候都會想游泳 哇塞 還好阿西 你看 我座上前座是非常就很大的空間 因為前座你看像我 一百八十七公分 太高了吧 蠻高的 最近還有長高 可能是到一百九 然後你看這個腳伸直都還可以 然後這個也可以調前後 電動式的還蠻方便 然後後座其實也還不錯 最主要的後座 上下 你看像我自己坐一下後座 我把它放過來 你看我膝蓋這個位置 其實很大的空間 一個拳頭有嗎 不只一個拳頭 兩個左右 兩個拳頭左右 對 而且這個它 我前座是調到平常 大家會做的姿勢 就一百九十七公分 剛剛調的那種姿勢 對 然後我頭頂上還可以有大概 四個左右 四個指頭 四個指頭左右 我覺得它好的地方是 你看它這邊 它有一個獨立的冷氣的出風口 所以後面不會熱 後面不會熱很重要 因為那個腳門做長途的車 其實後面很怕熱 很多人會怕雙門出入不方便 對不對 但是它這個有重點就是 弄下來的時候 比如我現在要進去 這個可以往前推 它這樣空間會變更大 我就更好進去了 對 而且它這個是用雞皮的衣服 自滑 包覆性我覺得還蠻好的 包覆性加自滑 後車廂 其實多人也會記得說 雙門車後車廂應該是蠻小 但是其實我 我後車廂其實可以擺 擺上一個 擺上一個人 擺上一個人 來 李嘉漢進去 來 李嘉漢你有幾公分 你應該一百五吧 一百九十八 欸 真的一個人欸 好久 欸 其實可以兩個人欸 那你進去也 有這個啊 好 那你可以進來 那你可以進來 那你可以進來嗎 不是 你怎麼已經跑到後座了 我現在在這邊啊 那我也要進來了 來吧 欸 可以欸 後車廂其實可以躺到兩個人 對 就像剛剛所示範 因為後車廂它 跑的地方是 它可以直接把它拉開 喔 它可以 後座可以分離 後座可以分離 對 完全直接打團 可以創造出 更大的 置物空間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台還蠻好 那我們現在去 就上車吧 也可以試一下這台車的平穩性 跟日常開起來 或超車什麼時候要用 對對對 雖然說我的觀眾可能 也不會想知道這些 但身為一個 介紹影片 我們還是硬要你們看 還是硬要大家看 你們還是看一下吧 還是看一下 拜託拜託 寶貝要去哪兒 唉唷 我想去三重 三重 那 已經到了 哈哈哈哈 這台車的內裝 也可以跟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 首先一上車就有音樂 這是非常好的 聽覺的享受 聽覺享受 對 好 先把它關掉 然後手機一插上 一插上會充電 這不是 這只是我平常自己裝的 這台車呢 它的方向牌 真皮包覆 我想問一下 舒服嗎 真皮 真皮包覆耶 真皮包覆 這是我這是真的皮 包覆住你的手 對 其實內裝 你要我說做進來 我就覺得好有質感喔 但我覺得大家最想看的是什麼 什麼 這台車的鑰匙是長這樣 對齁 這個就是藍色 我其實很喜歡它這個藍色的感覺 喔 做黑藍 黑藍配 黑藍配 就跟它的LOGO是一樣 斜角感 好帥喔 你要嗎 送一隻吧 這鑰匙你只要兩萬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嗎 對啊 這鑰匙 這逛鑰匙就要兩萬塊 超貴的 養一台車 大家要知道 養一台進口車 B&N代表 像你說這一款 220i 養一台 你平均一年 大概花費多少 這個其實這蠻重要 因為像我之前買 其實有一直在查 這方面大概要花多少錢 然後我才決定要不要買 人家最常說 買車容易養成奶 但其實這算是真的 那你這台車 一年的花費 大概多少 好 我就 直接算給大家聽 好 因為像這一台 燃料加的牌照稅 大概是一萬七 而且我這台是 CC數算沒有很大 大概兩千CC 兩千CC 就是日常說一般來用 有時候稍微 山上小玩一下 這樣都夠 這樣子 保險我沒有保到最好 保 餅飾 正常人都保餅飾 是 對 餅飾 大概是三萬 一年三萬 所以一年的保險加牌照 跟燃料 差不多四萬七左右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然後 保養的話呢 保養的話 大概五千公里保養一次吧 五千公里 五千到一萬 就看你自己 假如你一年可能保養個兩次 大概花個一萬 一萬五百 然後還有 停車位 我加的話大概是 一年四萬塊 就三個月一萬 所以呢 四萬加四萬七 八萬七 然後加每個月的油錢 油錢 是多少 好 每個月算五千 每個月算五千 是六萬塊 六萬再加八萬七 是四萬七 就是一年 你買一台車 不包含車價 你一年需要花費十四萬七 養一台BN這個 平均一個月 不包含車價的話 一個月差不多花一萬多塊 然後不包含車貸 對 不包含車貸還有車價 一年十五萬 一個月差不多一萬多 然後這些是最基本 那假如你是很喜歡車 可能還要去改車 改車 還要買一些周邊 喔 周邊 還會想要去考騎什麼 那都不列入 就我們的考量 就你剛剛講的只是 最基本是一定要付的 一定要付的 了解 對 所以其實 對我來說開銷期算大 一年要十五萬 最基本的 給大家參考 給大家參考 因為我會買也只是因為 好看 帥 就是男生的一個夢想 夢想是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 目前買下來還蠻 就蠻值得的 載我去兜兜風 好 那我載你去兜兜風 為什麼會買BMW 就是因為它的操控性 我覺得是很好 因為我平常也不會 開很快 開帥不開快 你平常的 開車的宗旨 開帥不開快 那現在呢 你要來帶我去 稍微晃一下 我要問一下 就是你平常啊 在開這台車的時候 你會有遇到什麼 不太方便的事情嗎 可能就是假如 你下坡要注意一下 小心要低盤 因為車子太低 低盤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我們現在 遇到比較困難的問題是 我們出不去 為什麼出不去 我也不知道啊 他不開門啊 還是我沒有繳錢 為什麼 可能是我沒繳錢 好 我們看一下 就是我們平常 假如說道路過彎啊 帶大家壓一下凸起霧 壓一下水溝 這種減速線 減速線真的比較有路感的感覺 因為這台車有點算是 叫綁這個 就是它路感 就是蠻重的耶 喜歡路感的 然後喜歡曬車 就感覺好像你在這邊 跑步一樣 對 你能感受到 輪胎底下的那種震動 跟有沒有壓到異物的東西 有沒有壓到異毛 還感受得出來 你的腰下有沒有東西 都可能感受得出來 你平常開這台車有沒有巴妹 沒有 還沒摔過女生 真的假的 摔過女生 所以我 你這種女生 幹 我就死了 好 差不多 可以嗎 帥嗎 喜歡嗎 喜歡 那買一台給我 送給我吧 好的 那今天就是小小的介紹一下 這台車 我覺得我們也不是專業的 所以 就是假的大家要看專業的 車評那些的 就可能 可以專業的看 那我們就只是 很喜歡這台車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這台車 或者是裡面的一些內裝 跟外觀 這些東西 結果還蠻開心 穿了蠻小的 然後終於買到了 夢想車 雖然說養車什麼都很貴 但就感覺開在路上 好像什麼都值得 也很開心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終於完成一個自己的小夢想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平常凱皓私底下的車 是什麼樣子 那這台我還蠻推薦的 假如你們喜歡的話 好 這也不是業配 對 喜歡的話就是 點讚我這支影片 沒錯 分享出去 留言這台車 你最喜歡它哪個地方 假如你對車沒有很感興趣 那你就留言說 最喜歡凱皓哪個地方 也可以 大家記得點讚留言 然後分享出去 好不好 下次見 拜拜 打個電話給你 女孩我好想你好想抱著你 讓幸福的泡泡圍繞著你